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日前在面对议员质询有关台价关系现况时 表示支持台湾民主 也考虑与台湾洽签投资保障协议 台价投保协议商谈多年 加拿大一直较为保守 这次罕见的主动表态 经济部长沈荣金说 加国业者最近在台湾投资 可能因此促进洽签投保协议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国际外在进行 美养通电甚至他们也看到了 我们承担基础建设的轨道建设 那可能他们的这些产业界 对于促进这一个所谓的投资保障实定 应该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经济部表示 台湾对外投资过去大多偏重东南亚或大陆 但现阶段和西方先进国家 有投资和技术合作 如果能和欧美等国签署投保协议 有助于产业发展 而台家双方13号将在台北 举行第14届经贸自商会议 FIPA也已经放入议程中 两国代表将交换意见 警广记者林孟平台北报导